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去见证我们的幸福 谢谢你们 好爱你们哦 我们会很很的幸福 谢谢 事后工作人员就推出永祖儿和阿萨送给阿娇的高1.9米 据说价值24万港币的结婚蛋糕 一对新人在切完蛋糕后 老板杨收成也上台向在座宾客致辞 杨老板除了祝福夫妻两百年好和 涌集同心 幸福快乐之外 居然表示不期望一对新人连身跪子 把在场所有人都吓得不轻 他是一个其中一个赚钱最多的艺术 如果他经常戴着肚子 我相信英网的股价会跌的了 我帮你顶着先 你顶着啊你顶着 我顶着先 那你帮他戴着肚子先是吗 不是 帮你做着事先 刘诗诗跟吴奇隆结婚之后 最让大家期待的 莫过于什么时候生小宝宝 20号下午 吴奇隆终于发微博宣布了 刘诗诗怀孕的喜讯 而我妈妈更爆料 是个男孩已经五个月了 一直想要小朋友的吴奇隆 终于成为准爸爸 亲友们都替他感到十分开心 但形势低调的他 暂时还没打算主动公开喜讯 而有网友就拍到吴奇隆带着刘诗诗 回台北陪家人提前过圣诞节的照片 画面中刘诗诗穿上宽松的外套 吴奇隆就背着背包在老婆后面 并在诗诗上车前伸手扶住老婆 看上去似乎真的怀孕了 但正当一众网友还在猜测的时候 吴奇隆的妈妈就表示 诗诗确实怀有男孩 预产期在明年五月 吴妈妈开心的报喜称 五个月了 家里所有人都很高兴 吴妈妈坦言儿子一直很低调 并不想公开老婆游戏 之前时时被指申不出来 令夫妻俩的压力很大 吴妈妈称 时时目前在台湾定居产检 如无意外也会在台湾生产 另外吴奇隆随后也在个人社交账号中 行自发文宣布喜讯 并爱策刘诗诗 吴奇隆写道 我们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 期待家庭的新成员 谢谢大家关心 一分钟后 刘诗诗就转发老公的发文 并留言称 期待新星星 真的要恭喜吴奇隆 刘诗诗夫妇了 这么好的基因 儿子出生后 一定是个大帅哥 没错了 艺人成为凭借在 《攻心记2》中的演技大爆发 斩获TVB最受欢迎电视女角色 不过人红是非多 颁奖了以前 陈伟和前夫的离婚新闻 又被翻炒得沸沸扬扬 对此陈伟就表示 希望大家更多的关注他的演艺事业 有期待可以有个伴 出炉TVB最受欢迎电视女角色得主陈伟 12月20日现身香港铜锣湾出席活动 期间陈伟跟一整身手炮制美食 并送给现场的市民试吃 场面非常热闹 陈伟笑说 因为拿了奖 现在工作的邀约多了 很多人也祝福自己 所以之后也会有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另外在TVB万千新会颁奖礼前后 陈伟和前夫的离婚新闻 又被翻炒得沸沸扬扬 不过这个圈子就是这样 人红是非多 想必陈伟一早已经习惯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 虽然陈伟有过一段婚姻 但还是想拥有再追求另一个幸福的权利 不知道伟哥是不是也蛮渴望再拍拖呢 基本的空间要有 但是也期待有 可以有一个伴 可以互相去照顾一下 娱乐新鲜送 八卦提早知 大家好 我是蝶丹 20日刘德华香港红馆第六场演唱会上 出了一点点的小意外 一位狂热的男粉丝越过护栏 直接上到了舞台上 多亏华仔 用身体接触了他 最终两人是平安无事 有网友上传一条视频在社交平台 画面中 一位男粉丝突然在刘德华唱完一首歌后 走向伸展台时 从观众席跳到台上 由于观众席跟舞台有相当高的落差 该名男粉丝着地时 站不稳直接趴在了台上 正好倒在了刘德华面前 华仔健壮 马上端下来扶起粉丝 并问他有没有事 而该名男粉丝也借机搂住华仔 并且告诉华仔 我真的很喜欢你 华仔于是也搂住对方 轻声安慰他 并且立即领着他走向保安人员 之后 这位男粉丝在保安的协助下 由华仔护送走下台 下台前 华仔更一再盯住 粉丝要小心 不过整个过程把华仔吓得不轻 在演唱下一首歌前 就在台上呼吁大家要小心 虽然事发突然 不过刘德华的处理方式非常冷静 一方面确保了粉丝的安全 又稳定了粉丝的情绪 同时也在最大限度 保证了演唱会的正常流程 令人非常佩服 张柏芝上个月秘密产下了第三胎 却始终未提及孩子的生父 也让各界传闻众说飞云 而旧爱陈晓东听到此信息后 则是大方的道上了祝贺 艺人陈晓东 现身香港湾仔 为电视台节目担任嘉宾 陈晓东透露自己的厨艺还蛮不错 平常在北京冬天时 会经常煮一些鸡汤来养生 但其他的就不行了 另外陈晓东将在明年三月 在香港洪馆举办演唱会 最近他正在十分忙碌的 为歌唱筹备当中 那说到演唱会的话 到时东东你会不会叫两个爱女 上台一起合唱呢 合唱啊 看看到手反应吧 其实都可以 都可以 嗯 他们现在表演欲很厉害 此外 陈晓东的旧爱张博之 近日就宣布已经诞下了第三胎儿子 不知道东东有没有祝福一下对方呢 现年49岁的郑嘉宜 与27岁的陈凯玲 今年8月份结婚 上个月两个人更是抱了喜 宣布将为人为父母 不过一直对胎儿的性别 是保持的神秘 21日陈凯玲终于公布了 自己怀的是男孩 现年49岁的艺人郑嘉宜 和27岁的太太陈凯玲 早前正式的宣布游戏 但夫妻俩就表示 要在圣诞节前 和家人们一起吃过饭后 才公布孩子的性别 12月21日 两人说到做到 陈凯玲在个人社交网站中 上传了一张 有小朋友衣服和球拍的照片 并留言写道 很兴奋可以和小Kiven相遇 我正想她是否会 像她的爸爸一样喜欢网球呢 正式的公布肚子里怀有男婴 之后一早已经知道 孩子性别的郑嘉宜 也在个人社交账号中 发表了和老婆陈凯玲同样的照片 并且留言说 衰仔我等你 看来郑嘉宁已经准备好跟儿子一较高下了呀 相信大家都好期待 日后见到小郑嘉宁呢 吴奇力近日一席长群亮相活动 被问到吴卓琳的近况 她表示女儿又搬走了 不过这一次呢 吴奇力也终于拿出了妈妈的威严 狠下心来放手了 艺人吴奇力12月21日 亮相香港西九楼某酒店出席美容活动 并公布会将自己的非卖品画作 集结成画册送赠给小朋友 希望发放正能量 而画册中还有女儿吴卓琳 小时候画的作品 不知道吴奇力是不是也渴望和女儿 在一起画画 重拾过往的感觉呢 当然会教她了 那长大了以后 这是要真的是一个个人兴趣 因为你要真的很喜欢 你才会去好像唱歌啊 画画跳舞一样啊 就是每个人的 要看她自己的兴趣在哪里 另外吴奇力女儿吴卓琳的情况 一直比较受外界关注 早前吴卓琳跟Andy出去租宾馆 因为叫不起租而被赶走 要吴奇力出动解决纠纷 也不知道现在他们一家三口的关系 处理的怎么样了 这我觉得家里的是家里处理吧 就自己去尝试吧 因为小时候你一两岁三四岁的时候 你可以帮她安排 可是这个年纪我觉得要让她自己去感受吧 娱乐新鲜送八卦提早知 大家好 我是千文 作为娱乐圈当中最不被看好的明星夫妻 杨幂刘凯威不负众望 终于22号晚宣布离婚 并表示呢 未来将以亲人的身份 共同照顾抚养孩子 可连小糟米还这么小 真是让人心疼啊 刘凯威与杨幂2011年拍摄剧集如意成功触电 2012年宣布交往 2013年领证结婚 2014年诞下女儿小糟米 但自从2015年开始 两人便屡传婚变 而每次他们都否认 不过今日由止刘凯威恋上副家旅 杨幂三月也曾被爆出与南密友同游日本 离婚的传言越来越捕风捉影 12月22日是一年一度的冬至 不过在这个家家团圆的日子 两人却透过公司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五年的婚姻正式的终结 经济公司的声明声揚指出 刘凯威跟杨幂是今年签署协议离婚的 不过就没有明确的指出实际的签署日期 事实上杨幂诞下小糟米之后 工作比生孩子之前更加忙碌 电视剧一套接一套 先后跟李一峰 黄轩 甚至黄子涛等对手都传过绯闻 但是花在小糟米身上的时间 就一年比一年少 而刘凯威在婚后的事业发展一度向上 但是随着与杨幂的婚变传闻越来越多 之后与杨幂的名气跟幸运的差距越来越大 如今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不知道是否收到当事人预期的结果 不过说好的共同抚养孩子 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 又如何能成为一句真话呢 港新王祖兰22号在社交网站上晒出了一张图片 宣布了女儿终于降临世界的好消息 从王祖兰晒出的照片来看 王祖兰 李亚男还有女儿的三只手握在一起 大手牵着小手看起来十分的温馨 恭喜恭喜王祖兰12月22日中午12点 透过社交账号正式的宣布女儿出生 她上载一张跟老婆李亚男分别用一只手 轻轻握住女儿小手的照片 并且留言We are family 2018 12点17 透露女儿其实在17日已经出生 而李亚男两分钟后也转发王祖兰的帖子 留言我们很高兴的宣布Gabriel出生了 这是我们收到最好的礼物 2018年是很特别的一年 我们一家三口一起祝大家节日快乐 同日下午王祖兰在香港魁方 进行音乐剧《唯独你是王2》的首场演出 在演出前王祖兰开心的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超开心 真的 我真的没想象过自己会当巴 然后特别是一个是看到她的脸 真的上面眼睛长得好像亚男 然后惨了嘴巴跟鼻子很像我 真的惨了 我每天都祷告 希望她长大像妈妈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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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都要像妈妈 王祖兰表示李亚男跟宝宝已经回到家里 等李亚男做完月子 就会带着李亚男去日本过一个月子假期 老婆想吃什么吃什么 好好地犒劳一下对方 好了 以上就是娱乐GoGo的全部内容